川普不惜一切坚持住墙背后的目的是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6日中央广播电台报道 就是要盖美墨边境围墙 美国总统川普15日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他不畏言白宫接下来可能要面临冗长的司法大战 但川普坚称自己为了国家安全是做对事与好事 川普15日上午在白宫玫瑰花园宣布 他除了签署国会通过的预算法案之外 也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他对接下来可能引发一连串的法律战 了然于胸还如吟唱饶舌般 系数可能从联邦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的审理过程 他说如果能得到公平审理 筑墙的紧急命令最终能在法律审理中胜出 川普指出从国会制定国家紧急状态法以来 多位白宫主人都曾动用过这一总统权力 这很少有问题 他们签就签了 没人在乎 他还说在许多情况下 也有一些总统因毫不重要的事情宣布紧急状态 而南方边境动开 美国遭到毒品 人口贩子及各类帮派及犯罪人士入侵 是真正危机 他自认宣布紧急状态 做得很棒 是大好的事 不过川普2014年曾经在推特发文批评时任总统奥巴马 在推动移民改革中的同年抵达者暂缓驱逐办法时 绕过国会动用总统行政客权自行颁布法令 是为图立自己推翻美国宪法 而美国记者今天以同样标准挑战川普是否着视经非与双重标准 他则自认与奥巴马不同 他的做法才合情合理 川普反驳奥巴马没透过国会的立法过程 但我有奥巴马没拿到一块钱 我从国会拿到将近14亿美元 还给我许多没要求的预算 但就是那道墙 他们编列的预算短少 川普宣称在预算的法定程序上 他取得成功 虽然他可以继续好整以下 慢慢盖墙 但他更想快点盖完 还坚称他大可不必宣布紧急状态 因为为了连任 我已盖了好多墙 华盛顿邮报就质疑川普的动机 既然宣称 无需这么做 却又做了 说穿了 都是为了选举的权益之计 华邮报道 在川普宣布紧急状态前 的行政与立法者冲 国会共和党人曾试图安抚川普 他要57亿美元 联邦众议院仅编列近14亿美元 可以视作是筑墙的头期款 最初听到消息的川普 还一度抱怨共和党议员 失败无能 甚至陷入不愿签署开支法案 宁可让政府又关门的思考中 华邮形容 与上一次政府关门不同 白宫这次的决策 犹如脱轨失控般 全凭川普当下的心意 而当共和党及联邦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麦康奈 和川普三度通话 说服他签法案 并支持他宣布紧急状态 以获取其他不足的边境强经费后 麦康奈立刻到国会议场宣布 则是为避免川普改变心意 民主党包括 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及参院扫数党领袖 舒默在联合声明中批评 川普的做法 滥权违宪 要和川普法院见 然而 究竟川普是否滥权违宪 从法律的技术观点来看 川普可能确实有灰色地带 能这么做 休士顿南德州法学院 宪法学教授布莱克曼表示 当谈论到国家的紧急状态时 一般会想到的是 美国正遭受攻击 然而 法律字面上 却对紧急状态 没有明确定义 而全国紧急状态法 是国会立法通过的 在何谓紧急状态上 确实给总统 很大的行政裁量权与权力 在川普宣布紧急状态前 白宫官员在电话简报会上证实 川普将调度不同部门的资金 以支应边境为强 总额约80亿美元 按美国宪法 编列预算属国会权限 而川普签署法案 可争辩他并未侵犯国会的预算权 另一方面 作为三军统帅 他认定 南方边境情况属紧急 宣布紧急状态 得以挪用其他部门预算 经费使用不符合原本科目编列 是否合法 得上法院争辩 接下来的法律攻防战 势必延续到2020年的总统选举年 边境为强 也将成为川普竞选攻防主要议题 对他向基本盘诉求 兑现竞选政见 会有助力 但移到围墙 让两党原本在移民改革 与边境安全议题上 本就南辕北折立场 距离将更遥远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华为和中国网络间谍是同为一体问题吗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6日 美国之音报道 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多次在不同国家和场合中呼吁 警惕与中国华为合作 并警告美国在欧洲的北约盟友 若与华为合作可能危及与美国关系 与此同时欧盟传出正考虑可能对中国的网络攻击 实施制裁 华为问题和中国网络间谍同时浮现之际 专家认为这两个议题已经混淆多时 中共国安部才是中国网络间谍罪魁祸首 欧洲跟随美国全面封杀华为 实质意义不大 在美国以国安为名的压力下 欧洲各国当前一致面临在5G网络设备上 是否与中国华为合作的抉择 未来几个月是决定关键期 蓬佩奥此刻访问欧洲 并集中在与中国合作日益密切的中东欧国家 不无原因 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顾问 英克斯特认为 蓬佩奥此次访欧 可视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普遍反击 特别是从美国致力消除 中国国家信息通讯技术 在欧洲盟国电信网络中领先的角度来看 美国一直担心 中国通过与中东欧的16加1倡议 推广相关项目 至于在这个时候传出 中国对英国采取网络攻击 欧盟考虑对北京进行制裁 是否纯属巧合 英克斯特分析 华为和中国网络间谍问题两者间已经混淆有一段时间 他表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5年就网络安全签署协议后 中国方面针对五眼联盟的间谍活动 似乎已经消亡 但随后又出现了力度更大的攻击 不过 这些网络间谍攻击的罪魁祸首 是中国国安部不是被指示专注于军事角色的 中共信号情报机构总参三部 英克斯特指出 中共国安部和其非政府代理黑客组织 高级持续性威胁时 简称APT-10 和高级持续性威胁3 APT-3 一直对提供大量企业客户服务的托管服务网络 进行攻击 中国破坏了承诺 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们已经受够了 美国司法部去年笛址 APT-10 在过去几年 入侵美国在内的多国网络 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讯息 英国则在今年1月底 通报欧盟 受到APT-10攻击 西方政府有理由 对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 持谨慎态度 但英克斯特认为 这种攻击并不需要依赖中国公司的存在 中国政府实际承担了许多 根本不需要通过华为进行的网络间谍活动 英克斯特的观点 与其他欧洲专家 包括英国政府通讯总部 前负责人汉尼根在内类似 即华为和中国网络间谍 不能全然画上等号 汉尼根日前才公开指出 鉴于5G规模和经济重要性 以及未来在产品和技术的发展上 欧洲跟随美国全面禁止华为 并无意义 英克斯特则认为 在华为问题上 美国更关切的是 依赖中国在关键服务和重要基础设施上的战略意义 以及中国在这些技术方面超越美国 美国的总目标是 解除全球高科技供应链 回收制造能力并激励美国公司发展与华为相匹敌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 英国政府并未如同美国要求直接抵制华为 尽管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指称 华为危及国安 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 网络安全专家苏利文表示 网络安全问题不仅止于中国而已 减轻威胁的方式是欧洲各个政府应加强监管理风险的能力 他认为 华为已让欧洲各国提高警觉 华为和中国网络间谍该如何分界 欧洲各国到底是否应跟随美国全面禁止华为 确实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一如曾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与西方不同的英国前海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处长杨格所言 这是一个比进或不进更复杂的问题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2019年的中国会经历痛楚 对世界经济影响难料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6日德国之声中文网摘录媒体报道 中美贸易争端是否会让中国经济元气大伤 中国会不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入长期低迷 面对中国模式的挑战 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还有生命力 周五的德语报刊评论版探讨了这些与中国有关的话题 杜赛道夫出版的德国商报 所以松一口气为时尚早 为题刊发评论呼吁中美两国应当尽快解决贸易争端 否则尤其是中国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文章注意到两国的高官近期都在互访 为川普与习近平的最终会谈做铺垫 外界因此流露出了乐观情绪 这场贸易争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正在损害世界经济 大家都希望中美能够达成一致 在全球经济增长越发疲软的当下 中美达成贸易共识将是一大利好 但是现在若是松一口气还为时过早 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延长谈判期限 在个别议题上取得共识谈判进程展现出建设性 这并不意味着突破 中国已有的让步措施包括增购买美国产品 扩大本国市场准入 这比仍在谈判中的进一步让步要容易许多 美方要求中国停止政府补贴等扭曲市场的行为 但是这种做法会造成严重的经济以及社会后果 中国无法立刻全盘接受 要是中国只是部分削减 对电动汽车的补贴 美国人是否又会满意呢 与这个问题相比 用外交手腕去解决技术转移问题 都显得要容易些 其次 即便美中两国化解了双边贸易争端 也并不意味着川普会在整个外贸领域改弦更张 比如他一直威胁要对所有国家的进口汽车加征高额关税 美国商务部会否将进口汽车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 从而允许对其征收惩罚性关税 这个问题几天后就会揭晓答案 其三 如果美国能够迫使中国做出某些经济改革 那么这些改革措施又会对后者这个新兴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还不明朗 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速已经是近30年来的最低值 不过依然是全球的主要增长引擎 要是这些改革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增长怎么办 作者回顾了当年 美国迫使日本在贸易争端中让步签署广场协议随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泡沫 最终导致了几十年的经济疲软 作者认为对于中国而言 在中美贸易战中做出让步的长期后果很难预测 这同样关系到美欧甚至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 也许中国将不得不调整其经济发展规划 这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的就业岗位数量减少 也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迅速调整防线 在外部压力下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全球市场竞争力 那些不依靠政府补贴全球化运作的中资企业 和那些专注于国内市场备受政府宠爱的国有企业 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否会进一步拉大 有一点很明确 对于中国而言 可能在贸易争端中达成与美国妥协的2019年 将会对其经济结构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2019年意味着中国会经历痛楚以及外部逼迫 但这一进程又会让其经济变得成熟 融入全球化的世界 2019年之余中国经济就仿佛1985年之余日本经济 柏林出版的《每日劲爆》之评论则关注了2月15日开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文章以旧世界秩序坍塌并非只是坏事 为提认为制度竞争在线西方模式将会在这场竞争中更加体现出其可贵之处 旧秩序基于一个由国际机构准则条约所构成的体系 它是由西方民主国家建立的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贸组织 北约 欧盟 欧安组织 欧盟基本权力宪章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但是只有在一个国家需要为破坏规则承担后果的时候 这个旧秩序才有效力 或者说需要有人来保护这个秩序 多年来保护它的一直是美国 但是美国现在却丧失了兴趣 而且全球舆论是否还认可美国的这个角色 如今也取决于谁是美国总统及其形象 川普肯定不行 中国亦或俄罗斯现在不愿也不能接受美国以前的这个角色 中俄迄今的姿态都是 符合自身利益时就利用秩序 有损自身利益时就破坏秩序 旧秩序的崩塌导致了风险上升 新秩序还没有浮现 但这也不只有坏的一面 这种局面迫使各国社会以及政府去思考 究竟有哪几条可选的道路 哪一条更好 哪一条更坏 那些本来已经被认为过气的联盟或集团 或许也会重新焕发吸引力 如今大家时常谈论所谓的G2 既有的超级大国 美国和新兴的超级大国 中国将共同领导世界 但是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既合作又对立的关系呢 这种局面是否会符合欧洲的利益 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答案 在过去的十年中 中国并没有像西方所期望的那样 日益开放从而走向民主与法治 相反如今的中国越来越威权专制 对于许多人而言 西方模式依然具有吸引力 那些背井离乡的移民愿意去的是欧美 而非中国 俄罗斯或者阿拉伯国家 欧美国家拥有盟友 中国和俄罗斯则没有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尚未死亡 面对新模式的挑战既有秩序 反而更加展现出价值 对于欧洲而言也是如此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习近平的红宝书年代不同更加智能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6日 BBC中文网报道 过去几日 中国最受欢迎的手机应用 并非热门的游戏或社交软件 而是一款更正描红的学习工具 这款手机应用名为 学习强国 红色的图标 是毛泽东书写的学习二字 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双关语 他暗指习近平上台后 治国理政的思想 学习强国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在新年的第一天推出 党员被要求下载和定期阅读 此外 公务员 国有企业员工 和公立学校教师 也收到类似要求 甚至一些非党员人士 也是如此 应用分析平台 APPNE 数据显示 学习强国 1月下旬起 在排行榜的排名 不断上涨 在2月12日 超过微信和抖音 等主流应用 成为苹果中国应用商店 下载量最大的应用 2017年 中共在党的19次代表大会上 投票决定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写入党章 这成为彰显习近平地位 和影响力的标志 作为自毛泽东 时代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习近平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的哲学 在毛时代 毛泽东的著作因为通常被印刷成红色封面 而被称为红宝书 成为席卷全国的意识形态教科书 该书已出版了 于十亿册 文化大革命期间 持有红宝书几乎是强制性的 在习近平时代 模式显然更加智能 无疑可以被看成数字版的红宝书 使用该应用的用户 可以阅读官方媒体 关于习近平的文字和视频报道 温习习近平思想 还可以参加在线课程的学习 参加专题考试 用户参加这些活动 便可根据使用情况 获得学习积分 积分累积起来 便可成为他们的雇主 乃至党的考核指标之一 学习强国 甚至还融入了社交元素 用户可以在应用里添加好友 创建学习组织 并给好友打电话 发信息 还可以发起网络会议 技术的进步和庞大的及时用户群 使人相信 网络宣传的影响 可能将远超印刷时代 毛泽东时代以来 中共党员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还有不计其数的事业单位员工 在微博上 一名网友说 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被朋友们分享 自学习强国的文章刷屏了 因为一个人要分享六篇 才可够攒到积分上限 也有网友抱怨 这款应用太过拘泥形式 并且内容空洞 浪费时间 纯粹是政治任务 一名来自山东的微博用户说 他每天必须取得66分 根据他发布的学习记录截图 这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有趣的是 根据积分规则 用户每天在早晨 午间和夜晚的一些时段使用软件 可以获得多倍积分 这被认为是鼓励用户 利用闲暇时间 而不是上班时间来进行学习 如同很多媒体 费尽心思希望吸引年轻一代的受众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 也一直寻求 通过创新的模式 来推广其理念 2018年 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 和湖南卫视 推出了以习近平语录 和思想为主题的电视节目 曾经枯燥的党的宣传口号 被改造成表情包 在微信好友之间转发 上月 一部根据卡尔马克思声评 制作的动漫 也在热门视频网站 Bilibili和优酷发布 相比之下 红宝书显得重规重矩 但它也已足够受到欢迎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 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 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 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 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 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 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 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 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 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